他出没在深夜小巷如影紧随 嫌疑人随后也上楼 上楼之后在门口徘徊了将近五六分钟 几次徘徊他到底在犹豫什么 万一被抓了那我这辈子可能就废了 大学生为何沦落为抢劫犯 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讲呢 他确实是因为社会经验的缺乏 导致他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会特别的害怕 一线出没在午夜的口罩男 马上不出 大学生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今天这个案子发生在江苏省苏州市目督镇 一个姓李的年轻女子有一天晚上 她出去跟朋友聚会去了 当时也是夏天 天气热 大家在外头玩得比较晚 她回到家的时候都已经凌晨两点了 然后这李女士刚到家 就有人敲他们家门 李女士其实是有防范的 就觉得这么晚了 不能随便给人开 就问对方 你是谁呀 对方也不回答 可是敲门声越来越急 越来越大 李女士心里也担心呀 说谁能这个时间这么使劲地敲 别再真有什么事吧 要不我开一点门缝看看 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 2018年6月9号4点多 一名年轻女子急匆匆地跑进江苏省苏州市 吴中虚目督派出所报警 突然间一个女的神色比较慌张 她说她被抢劫了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值班的民警 就直接就询问她是怎么回事 报警女子小李说 她租住在目督镇上 移动三层居民楼里 一个小时前 进门也就十几分钟 她就听见了一阵 突如其来的敲门声 敲门 我就问谁呀 她可能没吓声 就拼命在敲门 就那么敲和敲门 隔着防盗门 穿着睡衣的小李 不停询问屋外 这个深夜来访者是谁 可对方好像完全听不到一样 依然只是不停地敲着门 此时此刻 小李一个动作 让本来可以躲避的危险 一下子降临到了自己的身上 帮我的过程中嘛 就是那个虽然 胳膊是有点疼 太紧张了嘛 下来已经不知道 胳膊那种疼痛感了 过后才知道 胳膊流血了 原来 隔着门询问 没有回应之后 小李透过猫眼 看到了一颗男子的肩膀 为了弄清楚 到底什么情况 丝毫没有戒心的小李 扭动了门上的把手 我想开个门后 看看这就是谁嘛 谁知道我把门覆开了一天 走伸出去的时候 我就忽然把门拿下来 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 门外的一只大手 一下子就像小李 按在了床上 同时一把匕首 也紧紧抵住了他 我看不上 我看不上 我跟你说 看到他在一盒眼睛上的毛 我看他在一盒眼睛上的 我都看不上 不知道还是那种 就是说 把我买的那种 我看不上 因为当时被害人 他也比较慌张 因为他被这个男子 用刀威胁 因为怕自己会出生什么 就是有生命危险 或是怎么样 然后他就当时 也没敢反抗 他被那个男的 用床上的一个 那些鼠标的那个线 线路 以及就是地上的 那个插线板的 那个插线的电线 把手和脚都捆了起来 然后让他不要叫 这时小李才意识到 自己可能遭遇抢劫了 紧接着 口罩后面 传出了一个低沉的声音 让小李把钱交出来 此时 男子在小李胳膊上 滑坡的两处伤口 不停地冒着血 使用被害人的手机 然后进行了 微信上的一个转账操作 总共转走了1500块钱 然后转走了以后 现场的钱包 里边的700元 又拿走了 小李说 这不到10分钟的时间 每一秒 他都觉得过得格外漫长 他走的时候 他就说 不要让我报警 他有我的联系当时 如果报警的话 他以后还会来找我 案件发生后 警方立即来到 事发现场调查 当天报警是凌晨 然后居民 他当时都睡着了 然后第二天 我们一早就对周围的居民 进行了一个访问 但是周围的居民都说 其实并没有听到一个叫喊声 或者一个 剧烈的一个打斗声 在现场勘察中 民警发现 房东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我们当时对房东的一个询问 然后得知中心现场是有监控的 然后就对中心现场的录像 进行了拷贝 然后回来进行了搜集证据 然后观看发现 有一个黑衣男子 确实在附近进行了转悠 楼底下进行了转了好多次 除了长时间出现在 案发地点周围附近 这名男子的装束 也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嫌疑人 当时就穿了一件黑色的外套 以及黑色的口罩 戴了一个帽子 其实这样一个装备 其实并不符合一个正常人的 一个行进的一个状态 因为当时六月份的时候 天其实已经应该算是 比较有点炎热了 其实没有必要穿那么严实和厚实 同时这个鸭舌帽和口罩 这样一个明显的伪装的一个特征 就让我们锁定了 这个男子应该就是本案的嫌疑人 这栋房子里安装的一个摄像头 正对着楼梯监控显示 凌晨2点56分的时候 小李进屋之后 这名头戴棒球帽的男子 很快从二楼 跟到了小李所住的三楼 但这次他并没有实施抢劫 也没有敲门 反倒是扭头 又走到了一楼 大概是2点56分当时 2点56分这个女受害人上楼 然后进到自己的出租屋内 是2点56分 然后嫌疑人随后也上楼 上楼之后 他在门口徘徊了将近五六分钟 在3点02分的时候 他又下去了 惊恐显示 这名男子在小李租住的房子楼下 徘徊了一阵子 似乎在犹豫什么 但很快他又再次来到了三楼 在楼下又待了8分钟 在3点10分的时候 他再次回到了楼上 除了查看房东自己安装的监控 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线索 桌案组也立即调取了沿街监控 这个头戴棒球帽 出没在黑夜中的男子 其实早在马路上 就开始尾随小李了 当时我先是对那个案件 就是案发地点附近的这个监控 进行一个回放 然后就发现在这个受害人家 附近的一个路口 然后嫌疑人在那边徘徊 他也是在那边徘徊了很久 然后看到这个受害人过来以后 可能就是决定要被随 随着巷子越来越深 男子的跟踪距离也在逐渐缩短 但小李一点都没有发觉异常 其实这时如果男子加紧几步 完全可以在小李开门之时 冲进屋里 但他却又偏偏回到了一楼 再次徘徊了十分钟 才敲门响截 整个人的状态应该来说 是一种很紧张的状态 因为不断地来回 反复地这样一个转 在附近现场 也就好像在动脑筋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准备下手的 这样一种状态 都非常的胶着 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一种状态 这个头戴棒球帽的男子 种种奇怪的举动 让民警也觉得十分疑惑 而让警方更加疑惑的是 抢劫之后 他竟然再次返回到了小李家门口 作案之后 嫌疑人下楼之后 又在楼下徘徊了大概15分钟左右 他并没有逃走 而是直接又返回了这个案发地 这个行为就比较反常 因为正常的一个嫌疑人 在做完案之后 第一时间就是逃跑 他却又折回 然后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 他这次回去到底是要干嘛 民警从小李的讲述中得知 嫌疑人的这次折返 很有可能是为了看看小李 到底有没有报警 根据受害人说 他是警告他不要报警 然后就是等于是回来再看看 他有没有报警 然后说如果报警的话 就会对他人生进行一个伤害 然后他就是回来看一下 他有没有报警 当时受害人还确实没有报警 然后所以这个嫌疑人 就又离开了现场 这次走了之后就没有再回来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奇怪的嫌疑人 按照一个当时的体态特征 判断这个男的应该是一个年轻人 然后身材比较的瘦 不是很高 偏瘦一点 然后穿戴着一个棒球帽 戴一个黑色的口罩 穿一个类似于夹克的那种深色外套 下面是一条浅色裤子 下面一双运动鞋 在接下来的视频接力中 民警却发现这个头戴棒球帽 和黑色口罩的男子 好像消失了 我们当时从中心现场 视频跟踪以后呢 就是一直跟踪到了 我们这边的花园街路口 但是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就是这个男子 就从我们视频监控当中消失了 然后又过了没多久 在我们的另外一个路口 一个穿白衣服的男子 出现在我们的视频当中 再仔细辨认监控视频之后 民警们有了新的发现 当时其实穿白衣服的这个男子呢 仍然是戴着鸭舌帽 只是他上身的衣服 变成了一件白色的衣服 同时他的手里 抄了一件黑色的外套 然后当时我们就对 这个两个男的进行了一个比对 然后发现这个男子 其实体貌特征 以及身高一个装束问题 其实是吻合的 就是应该是同一人 逐个的监控接力之下 配合着相关大数据的逐级分析 警方很快在系统中 确定了这个没有露出 任何面目特征的男子身份 他就沿着我们那个中山路 然后一路走 走到金山路上 然后一个网吧 大概这个过程 大概走了有20分钟 然后在3点55分的时候 进入到网吧里面 开始上网 得知这个男子 在这个网吧来进行 就是上网的时候呢 我们另一路的侦查人员 已经赶赴到网吧 来进行了一个证据的调取 然后通过网吧的前台 以及上网的一个 人员信息的录入 当时得知了这个男子的身份信息 案发后不到8个小时 嫌疑男子就被抓获 而抓获的地点 竟然是在一所大学的宿舍里 当天中午12点钟的时候 我们就赶赴了 这个男子所在的学校 以及到了他的宿舍 来对这个男子进行了抓捕 然后当时抓捕的时候 这个男的 他当时作案的一个工具和外套 他其实都在他的床底下 当警察找上门时 今年只有20岁 刚上大衣的扑某 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 低下了头 来抓我的时候 他是敲了我宿舍门 当时宿舍只有我 还有一个宿舍 当时他们问我 确认了我的姓名之后 然后他们让我跟他走一趟 然后呢 当时我宿舍还很警惕地 问他们你们是谁 然后他们说是派出所的 到了这里我觉得 觉得他们肯定已经知道了 但是估计他们对我印象 差不多从一百分降到了负的吧 觉得我这个人 已经不能够再值得被信任 也觉得跟我相处 会是他们一个耻辱 那么身为一名在校大学生的普某 为什么会沦落为抢劫犯 案发当晚 他到底在犹豫什么 是什么原因 让他走出了他人生中 最不该走出的这一步 追溯 探寻人性真相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那现在确认了这个持刀入室 抢劫的犯罪嫌疑人 居然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后来办案民警联系到 这个学生的父亲的时候 孩子的父亲特别震惊 他完全不能相信 他觉得警察肯定是弄错了 因为他儿子一直就 非常本分 不惹事 警察弄错了 等到确认 警察没弄错 真的就是这个孩子 干了这个事的时候 孩子的父亲就觉得 那也肯定不能是 他主动去做的这件事情 应该是被人控制和胁迫了 比方说 会不会是被传销团伙给控制了 那去调查同学和老师的时候 同学和老师也都证明 说这孩子平常 确实是很内向 很腼腆 不惹事 总之就是所有人都觉得 这个孩子干不出这种事 可他居然就干了 为什么 我们接着往下看 胡某说 自己是去年十月份 刚刚从四川考到苏州 自己之所以去抢劫 是因为欠了两万多元的债 当时整个人崩溃了 但前一期的朋友的 好像是好多人都接着朋友的 我又必须要还朋友 我不可能就当自己这样 让别人对我不信任吧 一个在校大学生 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多钱 这让经守这起案件的警察官 任娟也很疑惑 当时在去看守所 对这个犯罪嫌疑人进行了询问 那么他给我的第一感觉 他是比较的内秀 人也挺白净的 然后也挺瘦的 挺斯文的一个男孩子 就跟好像印象当中的 就是采用这种很严重暴力行为的 抢劫犯好像难以画上等号 去询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实施这个行为 他是支支吾 他只说我借了一些钱 然后还不起 普某的巨额债务 还要从高中时的一次被骗说起 那时候由于比较爱在网上打游戏 每个月除了家里给他生活费之外 普某偶尔会从网上借贷软件 借点钱 就像零零碎碎 慢慢积累起来 欠了总共有六千多 那么就算是分了七 每个月也要还一两千 两三千的样子 然后我就想 因为每个月就还这么多钱 很累嘛 然后我在过年的时候 就想把这个包袱给卸掉 然后就想在网上带着款 把带着款多一点 一次性还掉 原本想要卸下债务包袱的普某 却没想到 这一次网络贷款 竟给自己带来了 更加沉重的负担 他在网上随便找了 一个网络小贷公司 对方就是说 跟你来签个合同 然后对方把这个相关的 这个合同文本 还发给了这个嫌疑人 然后嫌疑人呢 他当时呢 他说他也没有看得太仔细 因为他当时心里想着 就是要借钱嘛 然后他就是 就签了这个合同 然后签了合同之后呢 这个对方就跟他说 说你要交一定的保证金 然后呢 才能给你发放这个贷款 他就给对方打了 两千块钱保证金 然后打了过去之后呢 对方又说 他的信用分又不够 说还要再付两千五百块钱 来提高他这个信用 才能借他钱 然后呢 他当时又给对方 打了两千五百块钱 对方第三次说 你因为要给我们借款 你要如果要快速拿到这个钱 那么你还得再付 这个两千块钱 然后他又打给了对方 所以从前前后后 他一共打给对方 七千五百块钱 对方都跟他说 你放心 这个钱肯定办得下来 然后呢 等到过年之后 他这个钱 其实他还没有拿到这个钱 他当时就感觉 自己是不是上当受骗了 这次上当受骗 对于普姆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按照我当时想法的话 如果他当时在我眼前 他肯定被我分尸了 但是过了两天过后 我把我朋友的钱还我过后 然后也就试然了 代表就被骗嘛 长次教训 然后这钱我慢慢 慢慢挣来还 以后肯定不会再涨这个 其实我亏了呀 这次经历之后 普姆确实没有在网络公司 有任何借贷行为 但是之前网上的借贷 他该怎么还呢 普姆只能向朋友和同学借 我当时借的最多的是一个 因为他是从高中毕业 就开始出去工作了 因为是硬借高中毕业 他去工作 工作已经有两年多 然后他借了我两千吧 那最少的呢 最少 一两百 最少借了我三百 借的贷款就比较多了 然后又需要来分期地进行偿还 他就通过这种拆东墙 补习墙的方式来进行还款 然后等到后面之后呢 他觉得好像 就是像一个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当这些债务让普姆无法复合时 他却从未想过 要向家里求助 如果两个真的发现 我欠了两万多 那肯定 他们觉得我读这个书 肯定也没什么用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 让我退学的 普姆出生在四川一个小城市 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经济状况一般 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在上小学 四月底五月初 那次有一个余期 就是一个余期 然后余期了 他们就打过我通讯录 然后我爸爸知道过后 他问我到底欠了多少钱 然后因为我 当时是有两万多 但是因为我怕家里 因为很困难 我怕他们也会因为这个钱 再次让他们陷入一个 更加窘迫的境地 然后我就说 只欠了六千多 然后没有把真正的数字 报给他们 像他这个案件当中 他也有说过 确实是对方跟他说 如果你不还钱的话 我就给你通讯录里的 其他人打电话 其实这个行为在我们 比如说如果一个人 他有很充足的 社会经验来讲 他可能不会有那么害怕 但是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讲 他确实是 因为社会经验的缺乏 导致他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会特别地害怕 因为害怕 而且不想再给家里 增添经济压力 是普某考虑到的一个原因 但其实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原因 我每天就在想我弟弟 如果他们真的离婚 那我弟弟该怎么办 我弟弟就成了一个 单亲家庭的孩子 那这样对他心里 我想多多少少 我都会造成一点影响 普某说 这些年 父亲和母亲关系一直不好 经常吵架 虽然没有离婚 但已经分居很多年 我妈妈跟我爸爸吵架了 原因也就是我爸爸 因为他那时候厂里的 工作量不是很多 是去打牌 有时候就会输很多 这就让妈妈就有点气氛 然后就是老师跟爸爸说 也就是不听 然后又从爸爸的话 就是说不打牌干什么了 又没有事情做 然后就这样矛盾越来越激烈 到这后妈妈搬了出去 去年暑假 普某考上大学的消息 让父母很高兴 这也让长久以来僵持的家庭关系 有了一丝好转的迹象 我们家是住在三楼吧 然后我在一楼看见我妈的摄影车 我就知道我妈肯定回来了 然后就跑上去 然后吃饭的时候我还在说 我说我问爸爸说 你怎么把妈给弄回来了 然后爸爸说 一年很高兴地说 我一手扛自行车 一手扛着你妈扛回来了 然后当时就很高兴 当时我妈反正就是 当时我弟弟也很高兴 至少全家就是很高兴 看到父母的关系正在变好 一家人就其乐融融地在一起 这让普某很高兴 但没想到 这样的幸福很快就被打破了 再到了五月份吧 五月份就是我那次贷款逾期 然后被那边的人吹 疯狂地给同学打电话 然后打到我妈妈我爸爸那里 然后我妈妈就很气愤 意思就是她也不想管我们了 就让我们自身自灭吧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就是自己太没用了 本来妈妈和爸爸已经和好了 至少不会再闹 之前那么大的矛盾 然后因为我这样 再一次使妈妈对这个家 不抱太大希望 令她很失望 案发前的那段时间 普某说她感觉自己真的走投无路了 其实那天晚上 我一直都迫切了希望 我能解决我目前的所有问题 那样我就可以专心地学习 还要为自己未来做打算 但是我始终被这个牵犯着 始终都被这个牵犯着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或许或许那天那个人都出现 也真是把我邪恶里面给展现出来了 然后让我把自己毁掉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像这种因为校园带 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呢 这个不多 但是在案件当中所涉及到的大学生 遭遇到这种网络诈骗 这种是比较多的 大学生呢 他们的生活环境 学习环境 相对来讲比较单纯一点 所以应该说他们也是 成为了这个网络诈骗的一个重灾区 普莫说 案发前几天 他每天都想着如何才能还钱 直到案发当天 他从网发出来时 一个邪恶的想法涌上了心头 当时我也是不敢的嘛 然后我再看着他准备去了 然后刚好摸到我旁边的口袋 有一把小刀 一直都是戴在身上的 然后可能这个给了我也装了一点胆 然后可能这个给了我也装了一点胆 前两次都在想这么做 到底对我有什么除了能够还款 到底有什么好处 如果他真的给我开了 我会不会伤害到他 那他会不会配合 然而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 普莫心理的罪恶 还是战胜了理智 敲门实施了入室抢劫 我就是例如说不要乱动 然后他就一直重复的时候 我不会动的 不会动的 然后他这个计划等于是给我打了一个强心计 就是不会再有任何的动作 然后我就放心了 然后我就一直接下来就开始自己的那些找钱的那些行为 我手就是发抖 整个差不多 整个过程我手都是在抖的 在关上门的那一刻 我就差不多就后悔了 走入了过程中 然后我就知道肯定逃不过多久的 肯定会被抓的 然后反正就是利用这个转转的一千五 先把还的钱先还了 二十岁最好的年龄犯下如此大错 令人惋惜 而又唏嘘不已 婆婆自己也是后悔不已 因为像他属于刚刚踏入大学校门 其实他的未来 原本来讲应该说是很美好的 而且他有很多 比如在大学期间他有梦想可以实现 他以后怎么打算 他都可能会有一个规划 但是因为现在出了这个事情之后 他的学业也好 他的生活也好 他的人生也好 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转折 这对他而言 对他家里人而言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我肯定希望他们来看 但是我又不希望他们来 说实话 我真的很害怕见到他们 我特别特别特别怕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 我甚至能够想象他们听到我这件事情 最初的时候那个绝望 失望那些表情 我也没有脸见他们 我甚至有想过我出去那天不去找他们 我一个人自生自灭 请愿让他们知道没有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也不愿意再让他们那个丢脸 说到解析极思广益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到场嘉宾 媒体人同目 心理专家碧金仪女士 欢迎两位 这个小谱为什么会做这种事 就是你会觉得它不值得 比方说只是为了什么玩个游戏了 欠了点钱了 然后在网上贷了点款 是贷款的时候让人给骗了 然后就欠了点钱 但是那个欠的钱 是不至于到举全家之力 不能解决的程度 不至于到拿着刀子去抢的程度 而且又是个内向腼腆 据说是很本分的孩子 他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现在说 为什么不向家里人求助 我相信这个 是整个的家庭 在成长过程中 不让他觉得是一个 可以获得帮助的地方 还有就是 后续他心里非常清楚 就是他所犯的这个东西 比如是家里的人 特别忌讳的 那我们看他过往这个经历 我们就知道 其实家里面 像他这样的败家子 而不止一个 他有一个父亲 跟那搁着呢 我相信从小就听着 你这个不争气的人 你给全家丢脸这样的 怒骂 对 我觉得这个孩子 一个心理阴影是 他爸赌 然后呢 他妈老是为了 他爸赌了书钱 而跟他爸打架 弄到家里 愁晕惨物 这个孩子 会给孩子很大的阴影和伤害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你 你都看见你爸赌 把你们家弄成那样了 你怎么还干 类似这样的事呢 咱们是不是 经常会有这样的疑问 就如果你的父母里面 有一个特别不堪 然后持续地做一件 极没有道理的事情 你应该是学会避免的 因为你是在这个 痛苦里面长大的 你应该对他 特别地抗拒才对 但是为什么这么容易 就是你看他 这么小小年纪 才二十岁 饮吃某粮 变成了他的日常的 一种生活状态 你知道常年 靠借债 过日子的这种人呢 首先 一定有不劳而活的想法 因为他自己 我没有听到 他怎么奋力地 比如在外面 想办法打工 或者怎么来还这钱 他一直靠借债过日子 牺牲的是什么 舍出脸去借钱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 这个借钱这两个字 搭出去的就是自己的自尊 所以是个低自尊的孩子 其实我不能理解的是 看上去这个孩子 真的不是不懂感情 不是不懂体谅 你看说到 为什么不能跟家长说上 家长给凑凑钱 不能那样 因为我爸输钱 我妈已经很生气了 他们俩矛盾那么深 如果我要再干出这种事 气着我妈 他们俩非得离婚不可 如果离了婚 我弟弟还小 那弟弟的心理就会有影响 弟弟一生可能都会不幸福 你看着孩子多懂事 心挺重的 可是一扭头 拿着一个刀 对着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 把那个女孩捆绑起来 刀可不是光威胁的 她真把女孩划伤了 一直在流血 所以其实这个结果也挺明显的 就是她那好 是局在她家里面的 所以这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是成长起来的一个惯性 就是比如妈妈一直都在说 我有多么的不容易 你爸爸有多么的不成器 他让咱们家多么的丢脸 你以后长大了以后 应该怎么样的还债 这是一个习惯性的思维 那并不是深情 他所有说的那些 您以为他代表深情的话 那不是深情 而对外面的冷漠 其实是他真实的那个部分 如果一个人真心懂感情 比如说对家人的那种爱和关怀 发自内在的真心的话 其实他对外边不认识的人 也下不了狠手 因为人不是精神分裂 我们如果内心是温暖和善良的 那我们对其他的人 至少不那么容易就能伤害 而且我觉得他选择 第一次上手就是个女孩 其实里面有包含的对女性的这个愤怒 和对女性的这个想上海的这个欲望 那个我相信是他在成长过程中 对母亲的不满 刚才两位老师分析了之后 我觉得对这个孩子还是有一些同情的 就是确实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面 然后成为现在这种冷漠的状态 然后没有爱的状态 因为他反复在和记者的这个交流当中提到了 就是我是觉得自己可能就自生自灭了 我是没有办法就是面对我的父母的 我会觉得和他们相处都是一种耻辱 那这种状态下我们就可想而知 当他面对的六千 当他面对的那个欠款的时候 他就会跟他的父亲最后等于在说的时候 就说那就欠了六千 他是不敢那个说实话的 所以他和他的父母之间 也是没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存在 父亲去赌 妈妈一定是很恼火和很为难的 跟父亲吵吵架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该给孩子那部分爱和关怀得给到 如果那个也没给到 就是我处理我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的方式 有两个 一个是连吵戴骂 一个是不要了 扭头就走我不管了 所以最后孩子得到的就是压力 以及没有依靠 所以你看当他真出事的时候 他是不求助的 他是缺温情的 他荒凉到说 嗨 也就是自生自灭了 我没惹事他都不管我 我惹的事他还能对我好 是 那这个校园贷款 也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您注意到没有 现在实在是这样的案子太多了 没错 其实我就觉得在夜线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可能都报了很多类似的案件 很多挺好的大学生刚刚步入校园 然后就被这种校园的网贷 甚至为称为一种高利贷 最后逼的就是要么就自杀了 要么就退学了 逃跑了 还有一些人干脆就是违法犯罪了 今天是抢劫 对吧 其实我们也看到 现在教育部和银监会 都是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监管 一方面就是说 对于这些校园的不良网贷 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监测的一个模式 然后另外就是关注到了这些网贷 在校园当中的一个拓展的情况 同时也抓紧开展 针对于这种新生的 这种校园网贷的使用情况的 这么一个追踪 包括对于他们的一个教育的工作 其实在某个层面上来说 就提醒我们大家 就是校园网贷 现在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有些它就是批着一个 所谓网络贷款的高利贷的模式 最狠的到了每周的利息 达到了百分之三十 而且你借了五千块钱 最后到手可能是四千五 然后过段时间 马上就变成几万块钱 甚至很多人 因为有了这个贷款 就让家里的一套房子没了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 其实还是提醒这些孩子们 不要在这种 相对来说浮躁虚荣的环境之下 然后就让自己为了玩个游戏 或者是买个新款的手机 然后就去超前消费 超值消费 甚至是过度消费 那这种方式 其实最后自己是受害者 现在的校园代 我曾经听过 有的大学生说 我没有想到 就是我交了几张纸 真的就能拿到钱 那我说你这个 借了这样的钱 你要怎么还呢 不用还哥那儿就行 哥那儿 哥那儿人肯定不干呀 他会觉得 用几张纸换来了钱 完全没有想到信用的问题 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钱它最终是要由你来填上的 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欠了钱 惹了事 先甭管 哥那儿就行 也就是说 就是眼前 舒坦了先舒坦了 后头怎么着 不知道 没有扛后头结果的习惯 完全没有 就不认为他会有结果 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 碰到这种事的时候 不管是这个小浦的家长 还是这一类孩子的家长 他们的反应 往往就是像小浦的爸爸差不多 孩子出了事 第一反应是 警察的错 警察弄错了 不是我们家孩子 是你们的孩子 第二个反应 不是我们家孩子的错 我们家孩子被坏人控制了 坏人逼他干的 坏人的错 没有那个坏人 第三个反应 走投无路 就会落到 你个倒霉孩子 你个不争气的 我要你干嘛使 孩子的错 但是有多少家长会想 自己有什么错 所以在面对孩子 这种问题的时候 真的应该是 孩子有病 家长吃药 不争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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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小时 如果我将你 不争气的 不争气的 是对于 不争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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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找到 你不争气的 也不争气的 不争气的 不争气的